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财政部部长 李宗盛的看法 这个通货膨胀是短期的 短期的是由供应链 供应链是因为疫情这些因素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长期它不会有问题 这个长期最重要的关键点是10月份 他们觉得经过10月份以后 整个通货膨胀指数就会下滑 但是结果完全相反 我们看最新的 美国公布的最新的通货膨胀指数10月份 CPI年增率是6.2% 创下了30年来的最高 另外一个指数也叫PPI 以中国来讲的话 年增率是13.5% PPI 26年来最高 日本年增率PPI是8% 创下了40年最高 韩国年增率7.5% 应该也是创下了34年来的一个新高 这几个数字都说明了全日几个最活跃的工业国家 全部面临通货膨胀的问题 德国的PPI年增率更因为能源天然气价格大涨的原因 PPI年增率高达到14.2% 全世界四大经济体加上韩国都是如此 追问老师我们怎么看待这些数字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冲击就是所谓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这件事情 变成是大家都质疑了 那Bloomberg电视台甚至说 现在如果还讲暂时的话 暂时这个字已经变成叫做脏话 dirty word 为什么说它这个暂时性被质疑呢 一方面是因为你说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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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讲了半年了 而且你所谓的暂时你预期开始下转的时候 它没有下转反而往上比你预期的还高 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就是刚才你讲到的那个PPI 其实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 这个就是指出厂价 用白话讲就是出厂价 那如果是制造业的话就是出厂价 那服务业的话当然还要加其他的东西 那这个出厂价到消费者 这有一个距离的 中间要经过运输商业 有的是还要经过大盘中盘小盘对不对 所以一般而言 PPI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 会是慢慢的会反映在消费者物价指数 所以如果从这个来看的话 如果生产者物价指数还在创新高的话 那就表示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Joe Biden什么事情都慢慢拍 他在上上个礼拜就已经宣布必要的时候 派军队 我以为他明天就派 他现在过两个礼拜他还没有派这样 所以我想请问朱教授 如果他是因为疫情引起 然后因此产生供应链的问题 因此产生码头 所有的货位都没有办法卸货 也因此造成货车工人通通都不足 现在有人说我要用自动化的货车 有的人说港口要自动化 这些事情都是缓不济及 而且工会也会反对 您认为这样的一个通货膨胀 未来的发展会持续多久 就是我就以这个供应链为例好了 现在洛杉矶港 在码头上的货柜有24万个 在码头上的 所以他没办法卸货 所以不是 美国不是有一个做那个 就是做那个用数位做那个物流的 他不是自己雇了一个船 去就是去看那个港口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几百个吊杆里面 只有七个有在用 为什么 其他都不能用 因为他货下不来 就是船在旁边 但是没办法下货 为什么 码头上全部都是货柜都还没有运走 所以你货柜 你旗敢用了 货柜只能吊在空中 对啊 不能落地 不能落地 所以你根本不会去吊它 只有七个在吊货 好 那这种情况 那这个是在码头上的24万只货柜 在外面外海在排队要进港 就拜托他们都不要进了 就在你在外面绕 有五十万个货柜 五十万 所以我从这个例子就举例说 就是在那个人 他去参观过这个港口 然后发一个围特 对不对 然后那个围特一下子变成 蜂蜂转传 连加州州长都打电话给他了 我说在那个记者后来访问 这个实际做那个运送的 那个卡车工会的那个头目 问他说 那他给的解方到底有没有用 他说其实有的呢 未必见得有用 因为数量太少 他说现在美国的卡车司机很可怜 他们把货载走以后 把货发给那些要用的人 船公司规定他几天以内 要把空的那个货柜要载回港口 但是港口说 我们现在全部都买了 马上说港口你不准进来 然后船公司照样要他罚款 所以就说那些卡车工人也很可怜 好 那卡车工人 他空货柜还不了港口 对不对 那他空货柜放在哪边 只能放在车上啊 对不对 可是呢 洛杉矶港口说 我现在只准啊 就是你上面没有货柜的卡车 你才能进来 因为你上面有个货柜是空的 我也没地方给你放 我这边全部都是货柜 不要讲人工货 他根本没有智慧可言 就是 官僚 所以那篇报导就说 最后问那个人最后有什么解方 他说唯一的解方就是把圣诞节延后到四月 这是唯一的解方 那我举这个例子 我不是预测说 他一定会要到四月才能解决 我的意思是说 任何问题只要牵涉到 这个基本建设牵涉到他整个既有的制度 都不是这么容易可以解决 所以都要时间 所以算起来 他讲的意思是说 你干脆把Easter复活节 当圣诞节来用 那如果用这个时间来算 就是至少要六个月 是啊 所以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 所谓当初原来以为说新冠恢复以后 这些所有的瓶颈 都是很暂时的嘛 对不对 那从光从洛杉矶港口 这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新冠疫情的从不正常到恢复 从拥塞要到疏散 那个所谓的暂时 可能就要不知道多少个月 所以你觉得这个通货膨胀 你预期它可以真正解决 但是也不能完全解决 但至少部分解决 也是明年年底的事 可以这样讲吗 应该至少要到明年年中 因为刚才还有一个因素 这个我们还没有提到 就是工人的薪资必须在涨价 因为很简单 现在美国工人薪资 它年成长率4%好了 你通货膨胀是6.2% 所以很多工人经过新冠疫情 已经不愿意回来工作了 这也是他供应链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当初也是为了保障他们 通过一个法令 对他们的工时有限制 所以有些人 他愿意烧干嘛 对不对 他愿意不睡觉 可是就规定不行了 然后再来呢 卡车工人本来就是非常辛苦 那个美国有报道 他要约看一个眼科医生 因为节目随时在变 所以一共约了三次 最后三个月以后才去看眼科医生 后来他就不敢 他说我辞职 也见不到家人 所以疫情加上这些劳动法令 都会使得他的供给 本来就要减少 你现在又碰到是疫情完 大家都要买货 需求大增 大家都要运货 那你想就会产生瓶颈 其实没有错 洛杉矶那个24万个货柜 就算全部到了那个外面集散场 他运到各州 还是一样会碰到一些问题 这个国家 如果当初设立制度 或者基础建设太久 都没有考虑到实际的状况 然后大家公务员 大家都照以前的做法继续做下去 就像刚刚我举的例子 你货柜只准它堆两个 对不对 我意思说 就是你这个社会 久而久之就没有弹性 我们非常谢谢 祝宁彤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美国的企业里分成两种奇怪的行为 第一个叫游说 第二个叫包装 美国最著名的艺术赞助者之一 也是文化最大的赞助之一 他们往往就会有很好的名声 其中之一叫美国薩克勒家族 但是他们所制造的商品 叫普渡制药 里头却有要人命的 可怕的止痛药 以下我们又特别引用了 美国的专题报道 止痛药帝国 这个帝国呢 在美国曾经享有美好的名声 但它贩卖的是有毒的药品 不论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史密森艺术博物馆 还是伦敦的西敏寺 20年来 萨克勒家族的名字 等于慈善事业的同一词 随处可见 作家派翠克拉登基夫 是纽约客的一名撰稿人 两年来 他与200多人进行了访谈 梳理了数百万剂的档案 重点就是要揭开这个 止痛药帝国 无良质朴的原因 萨克勒家族 其实就是美国普渡制药的主人 家族成员开发并销售 强力止痛药奥施康定 导致病患成癮 1999年至2017年间 有将近50万的美国人 因为过度服用而死亡 然而那段期间 这个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却很大程度上的 避免了公众 对他们所扮演角色的监督 结果这三个儿子 莫迪莫 雷蒙德和亚瑟都成了一生 You write in the book that the first Sackler fortune was built on Valium He didn't create this drug he's just advertising Just advertising But when he negotiated his deal to do this he said look I want to have an escalating series of bonuses based on how much of the drug you sell Valium becomes the most profitable drug in the world 当时任职于精神病院 有行销药品天分的 大儿子亚瑟 发现了一种 创新药物疗法 凡宁 他在并购一家 小型广告公司后 大举宣传 为萨克勒家族 赚进了第一笔 巨额财富 接着他购买了 药品制药商 普渡制药 并将经营权交给 两个弟弟 亚瑟向医生 推销新药 激励医生 对药物的使用 1999年 该公司开始销售 开创性的 新型止痛药 奥西康定 这是一种 效力比马菲 强两倍的剧剂 一种新的 新的 Queen's 带转动药 移动药 改变这种 这个是一个 很快的 一百亿百亿 病毒 市场上 市场上 又变大多 或估计 每次亿 产品 不妨 不 欧式康定的危害 快速买盐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表示 2016年 约有 4.2万人 死于过度服用 鸦片类药物 高于晚年 次年 HHS宣布 鸦片类药物滥用是公共健康危机 讽刺的是根据富比市2015年7月的统计 此时的萨克勒家族身价已高达130亿美元 一度名列全球富豪榜前19强 2017年 美国10个州以欺骗性行销 疑似推动鸦片类药物滥用为由 向普渡制药提出控告 2019年48个州 以普渡制药和萨克勒家族有关 造成鸦片类药物滥用为由提出告诉 摄影师南戈登发起了博物馆更名活动 南戈登的愤怒因他成是个 药师康定的受害者 过去他曾经因手腕受伤 被开了奥师康定的处方 后来竟然上瘾 而后的萨克勒家族 慈善 捐赠都成了最令人讽刺的字眼 许多地方都表示 不再接受这个卷入美国鸦片药物 危机的家族捐赠 雷蒙德的孙子和莫蒂莫的女儿 因为官司为自己的家族辩护 当然他们没有得到外界的同情 死法判决的结果普渡承认与销售 奥师康定有关的重罪 但拥有普渡的萨克勒家族将承担多少责任 仍悬而未决 普渡宣布破产 该公司提出了一项解决方案 萨克勒家族将放弃控制权 并且在未来的十年内向各州及普渡大学等戒毒机构支付42亿美元作为补偿 而且不许对萨克勒家族是小事 这对我来说是这整个故事的超级承论 家庭可能会保持货币的责任 但会失去好名字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种帝国不是台美国单一的企业 它是冰山的一角 这是现在全球一些大企业共同的一个现象 透过慈善的行为 艺术的赞助 文化的赞助 包装它的官商勾结 获使它的无良产业 基本上这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很恶毒的一个现象 也是一个很多人需要检讨的情况 美国至少是一个媒体会揭发这个现象的一个美国的社会 谢谢你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财经周报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我们下礼拜见